一对夫妻讲好男主内女主外 二十多年后妻以丈夫多年不工作等理由肃请离婚 遭桃园地院法官驳回 徒桃园地院提供分享 桃园高姓男子二十多年前 和妻协商男主内女主外 由他来当家庭主妇照顾二名子女 高期去年以丈夫多年不工作等理由肃请离婚 法官以现金诉求男女平权 男性也可育儿料理家务 对家庭人有贡献 拨回离婚请求 桃园地院调查 高姓男子结婚二十多年 高期去年肃请离婚 指丈夫婚后和主管吵架 完全不顾家中有经济压力 无欲仅辞去工作 此后不再谋职 家中经济靠全他支撑 据凡日常开销 丈夫的领用金 二名子女教育费等 都靠他独自负担 高期并指称 丈夫这二年沉迷网络购物 将零用金花费殆尽 对家中大小事也不愿帮忙 让他感到心灰意冷 高兴男子在法院审理时表示 当初妻子怀孕后 考量日后育儿分工 因妻子收入较高 夫妻商议后决定男主内 女主外由他离职 负责照顾子女的生活起居 让妻子专心工作 并非妻子所说自行离职 高病辩称 事实上他还有兼职收入 都纳入家庭生活费 且并无沉迷网购 而是买兼职的材料 不该由他背负婚姻失败的责任 法官查处高 却有兼职 对子女成长也付出很多心力 认为现今诉求男女平等 家庭结构也去多元 非传统男主外 女主内未经营家庭的唯一选择 即使男性也可以育儿 料理家务 彼此都对家庭有贡献 并无构成重大离婚理由 拨回高期离婚请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NG PAO CANADA.COM